大家好,我是益高证券投资重监Will Sir 今天我跟大家讲的内容都很丰富 大家记得要落足眼力去看 首先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 首先第一,判市指标之一 原来中海物业2669 其实都可以当是一个判市指标之一的作用 另外我们又会讲一下 美国银行有易回购 其实暗示未来很快就将会收税 还有大使分析大家最紧张的一件事 还有我提供一些防守位置给大家 即是有些位置失手的话 我们就要小心点 我会提供一些位置给大家 亦都是上个星期留下的 一个逆市奇巴股份和板块 都会跟大家讲讲的 我们现在立即开始 首先我们就是讲 一个slide 现在我们讲第一个slide就是 上面的图图是恒生指数的股价走势图 大市的时间 你看到这个是之前做了个顶 2019年 反复其实向下 其后就触发个反弹 然后就一直是一个向上的 uptrend 升来的 接着跌 简单来说就是跌 升跌 但在同一个时段里面 当然我们又见到中海物业 跟恒生指数行相反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恒生指数 在走一个下跌trend的时候 居然中海物业 就可以走上去 跟它正正做100%的相反 恒生指数向上升 然后呢 这只中海物业又是向下跌的 如此类推 几个浪营都是这样做的 究竟为什么会这样 还有打后会有什么启示给我们呢 首先我们要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呢 现在的中海物业 首先它自己本质 是做一个物业的管理公司 那他们就轻资产 意思就是说 他们没有很多的 譬如是借贷 或者物业厂房 所以呢 他们就叫做轻资产 是比较容易 是受到投资者关注的 而且呢 那间公司也是 那个现金楼很强劲 就是每个月 他们都收管理费 和一些增值的服务 这样 所以也是非常稳定的 那这些要缺 这些因素就非常之那么重要了 作为一个投资 或者是一个叫 補盘的角度去看 那样 而且呢 它也有一个行业 不错的增长 现在仍然是一个 很持续性的 量力的增长 可以这么说 所以现在现阶段 我想呢 有投资者 认为它是一个 新一代的避险股 现在过往我们那些人 避险呢 他们会用什么呢 就是工用事业 就是贪他的业务呢 就够稳定 和提供一个不错的息口供应给他 那现在这一只呢 中海物业呢 就是一个新一代的避险股 那样 然后我们如果能够判断到 这只2669的走势呢 其实也是有帮助去判断大市的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这个2669这只股份 从他的股值 他有没有股仔 有没有技术 资金这四个角度去判断 那样的 然后呢 我们就讲一下他们的股值先 首先呢 2669这只股值呢 他就 过往的盈利 这个无论是一个股东应佔入利的角度 或者一个每股盈利的角度 你见到他每一年呢 都是比起上年增长三成的 是刚好好的 每年都是这样的 所以呢 是非常之那么稳定的 正正因为那么稳定呢 所以呢 很多家大行呢 都大约有一个差不多的股值 会给到他的 那每年有增长稳定的30% 大享 普遍呢 都预期他会增长30% 那每年的盈利 2021年 根据增长三成的股算呢 他就应该大约就会是 两毫七六左右 那就是说 现在的市盈率呢 就是27倍 好了 那现在要知道概念 究竟27倍的市盈率 在2021年里面 究竟中海物业是属于便宜 还是属于贵的 那我先讲结论给大家听 其实他有上网的空间的 因为他是属于中位左右 中位丁那么多 那我们看看估值 那么估值我们怎么看呢 那这一幅图呢 就包含了中海物业 在过往这几年里面的股价 和他们的估值的区间的 那首先 红色这条线呢 就是估值 也是我们经常要留意的一个位置 而蓝色呢 这个位呢 就是代表呢 它的一个价格来的 那这个我们相对呢 如果我们做估值的朋友呢 就不是太过注视这个位 主要是将焦点放在它的估值区间里面 那大家留意到呢 其实呢 它通常去到三十二倍 三十多倍左右呢 那个估值呢 就属于是一个高位 股价呢 见到高位 只不然就要调整 而低位呢 就是十七倍 近期呢就升了 去到十九倍 那所以呢 它这个估值区间呢 其实就一路慢慢一路向上移的 而这一段估值升到爆了厂的时候呢 是绝对因为市场的气氛呢 令到它有一个五十五倍的估值的 好了 那现在呢 我和大家刚才在上一个slide里面和大家讲过了 现在现价呢 只不过是一个二十七倍的市盈率左右 那属于是平还是贵呢 其实就是中位咯 因为我们上网呢 大约可以看到三十八九倍左右 那就是意味着呢 就是中海物业仍然有一个上升的估值的空间 那样的哦 然后呢 我们又看一下资金流的角度 那这个股上面这个呢 就是中海物业的股价的走势图 在2021年的年初呢 它一度试过呢 四元这个位置的低位的 那其后呢 股价一直向上飙向上揚 就由四元很快的那样呢 就升到上去八元左右了 那而这边呢 我们下跌呢 就见到呢 就是一个北水呢 的流入呢 它又原本没有钱的 这里没有钱的啊 一路这样流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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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呢 而向上呢 推升呢 可以说是呢 北水是这个股票推升的 幕后主宰人 都你可以这样讲都可以的哦 那另外我们也都可以看一下 这个在一个中央的结算系统里面呢 其实呢 在给大家 在一个联交所里面 可以给大家交易的呢 只是占这个45.85% 所以其实呢 这只股票呢 都是叫做行内 叫做偏缸 就是偏是货源归边的想法啦 所以呢 就不需要说 用很多的资金呢 就可以令到它 推到它攀升这样的 好了 另外呢 我们讲完最后一点就是技术了 由于呢 我做这个图表节目的时间呢 就是星期四的凌晨时份 那当时都没开市 但是今天呢 在星期五的时间呢 这只股票呢 就突然一声地向上升哦 但是它未向上升之前呢 我有几个点呢 是想跟大家说要值得注意的 首先第一呢 你见到它这里开了一支大阳烛 那是配合一个大的成交的 而其次在这一段浪里面 我们也都是见到一个大成交呢 就突破这样的 也都是在一个上升浪里面 配合一个比较大的成交 还有一个重点呢 就是在右边我们见到呢 就是那个资金的成交的阻力区域 在哪里部署 那其实我们见到一个重要的阻力区域 或者叫收盘位 大约是五元左右 那它一经过这个突破之后呢 就会向上 而去上一格的阻力区间 那今次这个阻力区间呢 大约就是七个三 至八个四银剪左右 就是这个区间里面 上上落落 但今天呢 一气呵成的和你冲了上去 那其实我本身呢 就想和大家说 这个呢 我预测它有机会是要向上破的 结果它今天就和我做了这件事了 好了 那中括刚才所说呢 中海物业的结论呢 就是 似乎还有得向上升的 而且还有稍微的上升的空间 大约就是三成至四成左右 那如果它继续向上升 根据我们刚才第一幅图表呢 跟大家说呢 它和一个恒生指数呢 基本上是对着降的 相反的 它上升恒生指数就向下跌的 所以这个呢 亦都是其中一个 我们要参考的指标 究竟有没有机会呢 有些人就留在一些 所谓的新式的公用股里面 暂时做一个资产的避险作用 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的 这个分享呢 我想就比较特别少少了 好了 另外呢 我们都需要解释一下 美国近期呢 那些国债的价格上升得很厉害 首先呢 就是银行里面呢 隔夜利率很低 其实是反映着 就没有什么人借钱的 那如果没有什么人借钱的话呢 那银行呢 就会将多余的钱呢 就给回中央银行 那这个term 我们叫做reverse ripple 那放些钱 放些流动性去中央银行 就收取回一些利息 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很短期的时间里面呢 银行将钱 放回去中央银行里面呢 已经有成7,558亿的美金了 那这个数字呢 我想告诉大家 是一个很夸张的数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回顾一年之前 其实在疫情发生之前呢 美国都有QE的嘛 都是印银行的嘛 其实呢 就是向市场注入 大约每个月300亿的流动性 左右的 自从疫情发生了之后呢 就大开粮仓 就疯狂地向市场注资哦 疫情之后呢 注资到每个月1200亿的流动性 就是相差呢 大约在疫情之前呢 就是900亿那么多 如果我们将这900亿 成回过去的一年呢 就是说这一年里面呢 印多了的钱呢 足足达到1亿那么多哦 印多了1亿 但是银行呢 收回来呢 又要有成7千多亿 又给回中央银行 就是说你印多了的钱呢 它根本已经无复销售 还要给回去联储局的中央银行里面哦 那就是说现在我再印银纸啦 再放松下去呢 基本上没用的 所以呢 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去看呢 很大机会呢 美联储又会很快 会出现一个叫做收水的迹象 大家要小心收水哦 好了那另外这幅图 也都是解释了呢 我刚才所讲的7千多亿呢 就那个Ripple 其实就是这段灰色的走势啦 其实你看到是很急的 由3月底4月份开始呢 那些银行已经水浸到呢 哎我们不可以再放在这里了 因为再放在我自己本身的银行里面 已经没有人和我借嘛 我要放回给中央银行嘛 那然后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 市场其实已经有些钱呢 是开始担心呢 就有一个叫做收水的预期啦 那然后呢 就拍了去哪里啊 拍了去美国国债那里 那现在图中所见呢 有两条红色的图 那分别是代表这条深色一点的呢 就是一个三十年期的国债的知识率 那而下面那个呢 就是一个十年期国债的知识率 那同样地我们也都见到呢 在那个顶里面呢 自从一些银行的钱多到 给回中央银行的时候呢 而债息一路向下降下来的 那债息一起向下降下来 其实是代表了呢 市场的人士呢 就在买着一些国债喔 那通常来说呢 如果你买的国债呢 和一个持续性流入呢 就是意味着呢 可能有一些钱 一些smart money 意识到呢 未来不用很久的时间呢 市场将会有少少个动荡 那我就要把这些钱 拍去一些安全性的资产 例如美国的国债了 那从这一幅图里面 我们已经见到呢 就有一些smart money 开始避险啊 你有这样的理解啊 好了 但是我想说呢 避险又怎样呢 避险呢 我就想说呢 去回那个表里先 等我一会儿啊 好了 因为他们印多了些钱呢 大家要知道呢 就是 如果他们需要避险了之后呢 不是代表市场呢 就是一个股灾啊 或者是大塌的 因为呢 它是需要一个适应期 意思就是说呢 因为联储局呢 就不断地印钱 印足那么多年 QEQ 足那么多年 那么稍时之间呢 由大家很享受的 印钱的情况的气氛底下呢 无端端改变成一个叫收税呢 市场一定是会有一个 不适应的时间的 而这段不适应的时间呢 往往就有机会呢 就提供了给市场 做一个叫做 借势的回落啊 或者一个健康点的调整 那样的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过往的经验呢 我们可以留意呢 就有几个点的 首先第一 收税呢 它绝对不是股灾我刚才所说的 但适应期的时候呢 它可能有机会 作出一个 适当的借势调整 那如果你看美股来说呢 在同样的 situation 相近的里面 发生了呢 就是分别就是 2011年 2015年 和2018年 就是一些稍微 收税啊 那些情况 那当时的股市呢 在这三年里面呢 分别是在高位调整到 13个巴仙 15个巴仙 和20个巴仙的 那简单来说呢 13至20个巴仙的调整 可能也都有机会呢 是重蹈覆车这样的喔 所以呢 在那个假设的前提下呢 有机会呢 在六月尾呢 或者七月头呢 就个股市仍然会做一个 假升 假突破 向上升 这样的情况的 那然后呢 你要小心喔 要小心它的防守位呢 我将会提供给大家的了 那不要呢 跌穿 跌穿了呢 就可能有机会有一个 明显少少的调整了 同时间呢 大家也都要留意呢 就不要偷步做淡 不要听到Wilzer这样讲 立刻去躺身 沽了股票 还要反手做空埋 未是时候 我们需要一个触法点的 那既然 有个触法点提供了喔 那大家呢 就看一下 触法点在哪个位了 那我就提供了给大家 那分别呢 就有恒生指数啦 那你不要以收市价跌穿 28200啦 或者是道指呢 就不要跌穿 32980啦 纳指就是13540啦 标指就是4033 上证就不要跌穿 3438啦 那这些位以收市价 如果不跌穿的话呢 那意味着 我们还可以呢 就当它的party 继续开的 还继续玩玩着先的 那不当这个市场 不跌穿的 就当它没事咯 那你都要知道呢 究竟呢 有没有一个市场的力量 譬如呢 再放放钱啊 譬如是中国有机会放水啊 又或者是其他因素呢 影响到 那我们一步一步而去 那这样 那至于呢 那这个股价的走势图呢 大家可以参考我们两个星期前呢 那时那幅图呢 就可以看回作为一个参考 最主要都没有改变的 那至于今天呢 恒生指数呢 就大升啊 那理由是什么呢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们经常都留意着呢 究竟那些北水 有没有流到来这个 香港的股份啊 股市身上 其实呢 我告诉大家有一个更加之重要的指标 是反过来 是南水北向 就是有没有香港的钱 或者有没有外资 买回国内A股啊 那我们看回这幅图 我们就看到一些事实的发生的了 在这个五月二十五六七号 就是这一幅这个位置呢 就是你见到有些钱呢 就明显经过互联互通 就透过这个南水就买北水的资金呢 就零零射射很多 我当时去到大约是二百多亿啦 那样 持续了三天 那你见到呢 那个港股来的 下面那个恒生指数啊 那它就反而向上升了 其后呢 就不以为计 那些钱没有继续流下去 而且有点减了下去 那市微向着回调咯 那现在近期呢 近这三天呢 就刚刚也是 有资金呢 就走向买A股啊 那就加买呢 150亿那么多 直到星期五收市为止 那所以意味着呢 这个反弹浪呢 其实是有机会继续持续的 这样的 那也都是我们在之前两个礼拜之前 讲过呢 那个重要的阻力位置 就二万九千六啦 那主观愿望 希望它呢 就向上突破呢 就令到那些淡油呢 就投降 那即使如果它 即是淡油投降之后呢 即使下次要再回调呢 那深度呢 就可能没那么深了 我们希望见到这件事 那暂时呢 这个主观的愿望呢 也都没有改变的 那另外也提一提大家 那今天呢 人行里面呢 都是出现了二百亿的淨回球 其实在这四个月里面呢 是首次的哦 数一数手指 其实四个月 那今个月是六月了嘛 那即是六五四三 基本上 没有在市场里面 投放过钱 那股市 明显着 不是怎样升咯 所以最重要 最重要 股市上升的沿路力 就是水啦 如果它肯放水 就会OK啦 好了 另外呢 我们也都看到今天的Shyber 明显借贷呢 是有少少所回来 那意思就是说 那些人呢 借贷的成本又减低 我们有时候去判断 一个股市 或者一个走势呢 很多时候都会去参考 一个Shyber 究竟是不是一个 叫做偏向 容易借到便宜钱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市场呢 就会有机会 宽松一点点的 那你也都见到 之前的浪呢 在个十二月的高位 就是去年的年尾 到今年的年初 没有一大段的急升的浪营 其实就是来自于 这个成本大幅向下降 其后呢 就拗住拗住 而后呢 今次呢 就有少少呢 就向下突破了 就是意味着呢 銀行呢 就肯放水 阿爺都肯放水了 那这个 有没有机会向上 刚才说的恒生指数 那个突破呢 那我现在就在那里滑 那我们对上面 两个星期那时候呢 就说的 他究竟呢 就像是在做一个 叫做Symmetric的pattern 那意思就是 好像一块镜 那样的 如果这个底就对应了这个底 这个底也都对应了这个底 那理论上呢 就有机会呢 就向上升 升到上去呢 就做和这个顶相应的 之后呢 我们才有机会呢 就见到一个调整向下来 在这个阶段里面呢 我暂时认为呢 这段浪呢 的乘数向上升的机会是颇大的 因为它要逼到些淡油投降 其次呢 就是会令到市场气氛呢 会增加的 你试幻想下 如果能够突破29,500 甚至乎去到三万点附近呢 我想市场呢 城水呢 就一片就欢喜 然后交投也都会加的 在当时呢 如果戒时发生这件事呢 大家也都会将那个 警觉性呢 是进一步放低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呢 淡油再向下攻呢 就似乎就是成功率 更加之增多了 好了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提一提的 除了我刚才所提及的那些 恒生指数啊 或者是美股啊 那些重要防守位置 直接是不可以穿之外呢 大家也都可以看一下呢 其实恒生指数呢 在这段期间里面呢 就不断是跟限这个上升浪营 那这个浪营呢 底部呢 其实呢 最近撞了两次的了 那如果它再撞多一次呢 就不适宜跌穿了 如果适宜跌穿的话呢 意味着呢 有机会呢 就是大家需要减减绑 就看着个荷包 看着点 然后呢 就等下它有没有一个调整过了之后呢 那我们可能会再投入回股市了 那也都对应回呢 我们呢 就上两集的节目讲过了 那社会融资和M2呢 就是讲的 那钱是否会放松呢 似乎呢 就会在8、9月时候进一步改善的 到其时呢 可能会提供一个不错的买入机会 那总结而言 现在呢 我们看市呢 仍然是享受着 一个向上升 有机会向上夹淡仓的动作 只要它不跌穿 我刚才所说的位置 和上升的通道的话呢 那派对仍然是 继续在开心的 那大家无需要 过分太过去 太过提早去做一个叫做淡 沽空啊 那样 享受着这段升浪先 但是虽然是这样啊 但是我们都需要 保持一个警惕性 防守性的心理准备 这样的 好了那最后呢 因为上个星期 忘了跟大家说 那就是一个 逆市的棋巴和板块 那这段时间里面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医药股和物管股 逆市棋巴的意思呢 就不是代表市跌它会狂升 只不过是市跌的时候呢 它有相对的防守力 那似乎就可能市跌 它就未必会跌那么多 甚至乎有机会升 只是这样的意思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医药类 和物管类的板块 那然后最后呢 我们又想讲一下 有个结论了 那这些刚才我们讲了 那最后呢 我们就讲这个最最最最最 因为呢 今个礼拜呢 我们见到呢 那个吸资股的股数呢 其实有很多 这个呢 是我星期四呢 星期四晚的时候 做凌晨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大堆这些股票 哇多到呢 即是它星期五大升的 其实星期五发生之前 在星期四晚我们已经见到的了 那有很多的吸资股在这里 那这些吸资股呢 都是这样的 如果呢 朋友仔呢 希望大家多些支持 因为我们这些 新进的财经的分析员 那希望可以多些人分享 和支持 那只要够15000赞的 的views的 即是看的次数 那我就立即公开了 那到期时呢 大家可以参考回 小弟的Facebook 古古新威 那到期时我就会将这个表呢 就post给大家 那如果有再update的 譬如今天星期六 星期日的嘛 那星期五的时间呢 即是今天的时间呢 其实都有一些新的吸资股 那我再放在list里 那提供给大家 顺带一提 吸资股呢 并不是我个人的投资意见 只不过我是见到 有资金流入的股份 我并没有叫你们买的 那大家作为一个参考的作用 那希望大家 喜欢这条片 那希望大家再like and share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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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品 感谢观看